欸 基隆 你有沒有看上禮拜的那個辯論 其實我 我本來是沒有很想看 你知道嗎 欸 很精彩 火力猛烈 其實我覺得 你覺得嗎 因為我想說 你知道選情中二明顯呢 就沒有必要看了 可是後來想說 畢竟吃是好飯的 我們就其實還是要保持敏感度 敏感度 所以我還是有 就是他比如說 我們就用優點直播嘛 擺在那邊 然後就在那邊剪脂甲啦 吃東西啦 這樣 然後偶爾聽到 聽句的時候才 欸 某人台師頭這樣 哇 啊 所以 所以呢 雖然說選情已經沒什麼看頭了 但辯論上是有幾個亮點 我們整理出來的1 2 3 是9個這個辯論的金句 看大家覺得哪一個 最有梗好不好 對對對 去問問看 3 2 1 欸 對對對對 在這之前呢 我們要先看我們的 一周大事 GO 頭條焦點是 北韓今天宣布 釋報清淡成功 路股更是被打趴 跌幅超過了7% 路股是在意規定 立刻停止交易 除了北韓又首仰 事報核彈和大陸股市 三番兩次跌到提前修飾以外 這禮拜的新聞真的是沒什麼爆點 啊 不過對了 因為下禮拜就要投票了 所以呢 現在 距離大選只剩10天了 過了今天就不能再發布任何民調數據 一份公關民調顯示 不能比民調的話 那就只能夠利拼 掃街 造勢 順便找個時間罵一罵對方會選了 雨衣之下 就算有穿雨衣 朱立倫還是全身淋濕 回防新北大本營熱情支持者迎接 衝尚前 難掩興奮 蔡英文選定桃園舉辦造勢活動 綠營天天抓會 國民黨也不甘示弱 繁咬蔡英文 風火外交 南海主權 日韓未安撫問題 藍綠陣營你來我往 剩下宋主席被晾在一邊 不知道他心情怎樣呢 我也要會講話 你看看我好不好 請大家看 我一定被大家來找一個 未來台灣最好的前途 呃... 那接下來請大家一起看 不正經翻譯員 你今天新來有送嗎 我一向的座佑銘啊 就是聖言師傅的 面對他接受他 處理他放下他 選總統 我面對啊 也接受啊 新北市 我處理啊 也放下啊 我哪裡說話不算話了咧 像這樣子的兩岸交流的事情 只要是有充分的協商 而且經過民主的監督的程序 那麼同時也是對等尊嚴的話 可能都會以平常性來看待 呃... 好了好了 沒其他事的話 剩下都選上再說啦 送就好啦 平安就好 呃... 由於當事人閉關 所以... 呃... 他就移送就好了 歡迎收看 不正經巨威秀 好的 莫天哥我問你喔 咱們這個不正經巨威秀 是誰叫你來主持的 當然是單水阿嬤叫我來的囉 你是製作人嗎 欸不是 我是被製作人叫過來的 啊真的嗎 那我問你喔 我們說製作人是阿嬤 OKOKOK 你覺得啊 藍綠喊團結到底喊什麼東西啊 我跟你講這不太簡單了 一團心結嘛 我跟你講總統辯論了之後 這些這些 小學生都知道了 我跟你講 所以今天節目 我們就來考考看 我唸一句 看你猜不猜得出來 這段聲音這樣 會不會太難 今天問問看說 這幾句當中 大家覺得哪一句就是 最能夠反映他們的心聲 這有哏 經巨成為 翻轉選型的利器的例子好了 有可能喔 試試看 321GO 以為今天來辯論的是嗎 你知道這誰講的嗎 蔡英文 這沒什麼好考的 那你有看辯論嗎 我看一點點而已 真的假的 你看哪一場 就只是轉到 然後看 就標一下這樣子 就你的觀察 你覺得誰 平均來講辯論的時候 就你看了那幾秒鐘幾分鐘 你覺得誰表現得比較好 我覺得 宋楚瑜 真的假的宋楚瑜最好 我覺得 宋楚瑜其實是我們的心劇王 在你看了這些辯論之後 有對你的投票的意向產生影響嗎 第一場辯論我就覺得 有很大的影響 真的 第一場辯論你覺得誰最厲害 我是覺得 因為我是被感動的 受死了 哇 因為蔡英文的 就是那樣子 就是一直在查 對 我覺得 但最瘦了 有來自家人的任何的 就是遊說的壓力嗎 沒有 其實歐入中立 就中立 對 誰做得好 就是我 不好意思 藍綠兩個巴把台灣打到趴 對 你知道這誰講的嗎 宋楚瑜講的 你怎麼那麼關切啊 你有看 你自己有看辯論嗎 呃 看過一場 所以這個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最有意思 就藍綠一樣 藍綠兩個巴彈到趴 你覺得 在辯論當中 哪一個人的表現最好 我個人是覺得 宋楚瑜寫中 就是哪一句 有打到你的心靈這樣 或是你覺得 恥搞華麗 然後就是評測又對仗之類的 哈哈哈哈 只是三或六欸 藍綠喊團結 只有一團心結 對啊 跟 藍綠兩個巴把台灣打到趴 這兩句都是同一個人講 你知道誰講的嗎 不知道 宋楚瑜 沒錯 因為他藍綠都愛嘛 為什麼覺得這有梗 內鬥在那邊 不然藍綠色也會在鬥啊 好像沒有人真的在為台灣 做什麼東西 五吧 五是蔡英文講的啊 你覺得為什麼五是 你覺得有梗嗎 他就是一直要踩著 那個 藍就是馬英九啊 馬英九現在很爛啊 對 就連帶罵一下這樣 罵一罵豬瑜 人罵一罵馬英九 對 引進美豬 做成豬肉乾送回美豬 為什麼你覺得是有梗 我覺得蠻好笑的 就是感覺讓他們自食惡果的感覺 對不對 就是他們自己 瘦肉精養出來的豬 他們去吃嘛 對不對 去吃啦 這個有沒有好玩呢 藍綠兩個八把台灣打到爬 對啊 請問你今年你會去投票嗎 應該會吧 還是會投票 我畢竟是大事的 第一次的大 第一次的大 你是 手頭子 你是 我在美國住 在美國住 因為現在畢竟美國 今年也要請總統 對不對 你覺得兩國打選戰的方式類似嗎 對啊 這差不多 大家就是在 不想打對方啊 而且我覺得 你要去攻擊對方 應該是要去想辦法說 要去 講一些事情 讓大家 覺得說 他們的證件會是 比較是對 我家的賤主 對 而不是去 互相的那個 接 對方的窗吧 是嗎 引進美豬 做成出肉乾送回美國 你覺得呢 惡魔 淡水阿嬤 這個你知道誰講的嗎 那個朱立倫 CD 然後從此淡水阿嬤就被肉搜 說是誰 這麼 這麼的 呃 鼓勵朱立倫這樣子 對不對 那個淡水阿嬤千禧 哈哈哈哈 那你為什麼覺得這個有梗 呃 我覺得蠻 蠻特別的 這裡有 那你覺得為什麼 美豬這個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有梗 就蠻 蠻 你的 投票意願會因為 辯論而有影響嗎 多少還是會有一點 我的影響 就是辯論的 辯論的部分 那你呢 對影響 看辯論的內容這樣子 觀感 都沒有 你講的都沒有 這九句都沒有嗎 但是我是老國民黨 還是那個 還是支持現在的政黨 朱立倫 對 朱立倫我跟你講他講哪一句 可以對 國民黨不滿 對馬英九不滿 可以對朱立倫不滿 以我的立場 他講什麼都是對的 他講口齒是香的也是對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你送房 我送房 哎 不好意思 不是很像 我以為你牙齒掉出來的 這位先生呢 您覺得 這很個人 您自個發表 朱立倫雖然我個人對他 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我希望他能夠說 對我們那個 全國的老百姓有好處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要 但是呢 如果說今天 蔡英文說 有一些政策方面 你跟那個 說是 不要以意識形態來做 你還是對我們老百姓有好 我們就 慈勿你的 誰會做事對老百姓好 那 誰就是對的人 那 那當然這是意見 哈哈哈哈 有人不同意 那嘿 我以為 這場辯論會 會是 藍綠倫的大拼場 結果想不到 宋貝貝的表現 是最印象深刻的 我們今天問了很多人 他們幾乎都想到本來就覺得說 他覺得宋楚瑜獎的話 真的是最優格 但是重點還是就是說 我選宋楚瑜的金句 不代表我就會投給他 搞不好我今天 我還是要投給 一號朱立倫 二號蔡英文 但我確實也覺得 宋楚瑜獎的 藍綠兩個八 台灣打到八 很有道理 只是這不見得可以反映 你的投票的意願 下禮拜我們都要投票了嘛 對不對 所以 入死誰手 還不諸道 對不對 就繼續看下去了好不好 那就不再進去威秀 我們下次見 拜拜 heard 見面 七 一二三四 五六 七八 二二三 四 五六 三個型喔 一二三四 五六 七八 二二三 四 五六 另外一個 head 1,2,3,4,5,6,7,8,2,2,3,4,5,6 交针三长